動物農莊第五集 農莊現在朝氣勃勃 動物工作勤快沒有偷懶 還開辦很多不同的活動 例如組織母雞參加的生蛋研討會 有幫助指導羊群調理羊毛質量的白毛會 還有教導所專門收老鼠 給訓練牠們,讓牠們建立正確的生活方式 而辦得最成功的就是學有寫 牠成功令所有動物獲得不同程度的脫毛 現在豬已經能寫和讀 狗也很厲害,不過可惜牠們只對七屆有興趣 馬學到四個字母 其他沒那麼聰明的都學會了一個A字 靠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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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� 牠們就在吵鬧,那是什麼意思呢? 豬就跟牠們說,啊,你們對翼啊 你們對翼是要來幫你們向前跳的 這樣的功用就跟鞠躍一樣 鳥仔當然不明白,不過也接受了豬的解釋 其他動物也接受了,這個新的準則就被寫在七界之上 嘩嘩嘩嘩,是狗仔啊 龍莊有兩隻狗,生了總共九隻狗BB 當牠們一戒奶,拿破崙就主動表示 可以負責牠們的教育 就是這樣,牠就把九隻狗仔帶走 帶了上角樓,是要踏梯才上去的 雖然是小小的隔離 但其他動物就再沒見到狗BB了 還很快忘記了牠們 A-T-M